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2月28日8点55分联合报记者杨正海及时报道台北市场柯文哲上午骑自行车出发挑战北高一日双程,出发前媒体问柯,这次不是全程,而是分断骑,是不是偷瞎步? 柯文哲说,因为中间安排参加228中枢纪念会,要回来参加,他本来想要不要今天骑,后来想今天比较有意义,但中间卡一个中枢纪念会,一定要参加,所以就其头为两段 柯文哲出访以色列,所晚才反抵国,上午出发挑战一日双程,媒体问柯,体力还可以,柯说,不晓得,就齐齐看 至于如何准备补给品,柯说,反正7到11,有什么,吃什么 由于后援会号召不少很多支持者替柯加油,对此,柯文哲说,自行车是很重要的台湾传统产业,产值还不小 他到欧洲时,欧洲人以为杰安特是欧洲的厂牌,不知道是台湾的公司,可见这公司在国际的自行车界有一定的分量,自行车式产业也是一种运动,他个人很喜欢骑脚踏车 柯文哲上午出发时,北市市邻北投选区的议员,不分蓝绿都到场,便有其他选区的议员现身,全 不与柯同台,媒体问柯,议员不分蓝绿都到场,还有新党,清明党议员也来,似乎人气重回 柯说,今天是因现场人多,立员就是这样,人多的地方,比较会出现 柯文哲的超越2019北高挑战行一日北高自由车活动,上午7点从关渡公财神洞前河滨广场出发,10点抵达新竹南辽待天 辅,在从新竹搭高铁返回台北参加中枢纪念228活动,在搭乘下午3点46分的高铁南下,下午5点13分抵达嘉义高铁站 柯文哲从嘉义在骑车到台南,对计晚间6点半,台南南昆森待天辅,抵达高雄终点站高雄物产馆,对计晚间11点 柯文哲明天的行程,则是上午与高雄产业座谈,下午拜会前总统陈水扁,晚间参观2019台湾灯会,对计会夜宿屏东的宫庙 媒体问柯,是不是睡宫庙展现接地气,柯文哲说,没有啦,因为屏东半灯节,东港好像没有几家旅馆,太慢订,都被订光了 柯文哲的超越2019北高挑战型一日北高自由车活动,上午7点从关渡宫财神洞前河滨广场出发 柯杨正海,摄影分享台北市长柯文哲中上午参加一日北高自行车挑战活动,身上穿着印有国旗及国旗配色的车衣出发 记者林博东,摄影分享台北市长柯文哲又前上午参加一日北高自行车挑战活动,台北市议员陈建明左前野出席活动 记者林博东,摄影分享台北市长柯文哲中上午参加一日北高自行车挑战活动,现身会场时一度醒鼻涕,打喷嚏 记者林博东,摄影分享图,联合新闻网志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译